剛剛解決的範本跟字型 現在就再加上這個插圖的部分 再加上這個插圖的部分 那剛剛有提過 其實在FocusSky裡面 它的這些插圖內容真的還蠻多的 你在右手邊這裡 您可以看一下 在右手邊 這邊有基本的形狀 這個沒有問題 這裡有沒有圖形 有幾個跟圖形有關的 一個是這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這裡 它有一個叫角色 第二個 第三個下面還有 跟Fresh有關係的 這一個 總共這麼多 你都可以 都可以用 那我們先看這個圖形的部分 圖形的部分 我把它稍微拉開一點 好 沒關係 這裡 這裡有一些有沒有 它要幫你分門別類 這個你要看 我的就是 螢幕上的操作會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上面可能太小了 好 你就選 比如說我想要這一個 我就按一下 你看有沒有進來了 不是它 後面這個 好 你如果在選的時候 你滑過去那個物件 它會像這樣子 我幫大家一點 你要選到哪一個物件 滑過去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框框 你不用說直接就點 你就滑過去稍微等它一下 有沒有框框就出來了 這樣你就可以確認到你 你會選到哪一個 好 會選到哪一個 所以我在這裡 移動一下 對不對 那它這個都是去背好的 放大縮小是不是也說OK 所以 基本上你會用就好了 那那個怎麼放大啊 旋轉啊 這個你應該都會 我就不用講太多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這基本的 再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裡有個叫角色 你會看到它上面呢 有不同的類型 有Flash的啦 Gift的啦 PNG的 那Flash跟Gift是會動的 會動的 所以 每一個角色裡面 都有不同的什麼 動作 這就是它跟 剛剛那個圖片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拿這個來講 好 要上課了對不對 教授 這樣有沒有動畫跑出來 你微軟就是沒有這種嘛 你要的就是 微軟沒有的啊 對不對 但是留意一下 因為呢 各位應該知道Flash行不行 蛤 你們沒有看過那個發布 那個 小朋友看著那個卡通嗎 他到最後都會 我們行不行 哈哈哈哈 這樣很久沒有回到那種 小時候的 好 因為有小朋友啊 對不對 那 因為呢 Flash現在在網路上 是 要看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用的是這個類別的 要留意一下 假設你是發布到網路上 這個會看不到 但是在單機沒有問題哦 就是變成執行檔啊 什麼視訊啊 或者在單機上播放 都是OK的 所以雖然他有一點點小限制 但是因為 有些圖 確實還不錯嘛 你還是可以用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好 這樣 有沒有跟這種靜態的就有點差別了 好 感覺就不一樣 那 這邊呢 你剛剛所看到的這裡 每一個裡面都不同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 GIF的角色 GIF他也有一些動畫 可是相對就少很多 就沒有什麼太多的那個 你可能要網路上去找 我們今天會有一些網路資源 可以跟各位分享 你就可以去找到 適合的 好 另外這裡還有 SWF這邊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第三個 第三個這個呢 其實也是Flash 有人有學過Flash嗎 有後悔了嗎 我也是學了很久啊 然後現在沒有就沒有了 沒有就沒有 不然 不然你要怎麼辦 你總不能叫他再回來吧 我要回到過去 不好意思 不要走 如果你曾經做過 或者網路上你有找到 其實也可以加進來 那他本身也有提供一些 也有提供一些 那這些呢 跟那個 你剛剛在 看的那個角色就不一樣 他可能是一些背景圖 或者是像雲霧 之類的 其實有些效果也還不錯 你也可以加進來 也可以加進來 所以 像這個 這個 煙火的 你看 等一下 這邊 是不是就有了 對不對 好 OK 那這個是你加入插圖的方式 所以其實不會太難 只是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他裡面有這些 那 如果你覺得 還是不夠的 我們就是到網路上去找免費的 沒有版權的 這些問題的圖檔 再加進來 也可以